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都来了还等谁呀 谁那么重要还有我 难道我不重要吗 刘总 您怎么来了 这是刘总退隐前最后一个作品 我左思右想 还是需要刘总一起审阅这个案子 好了 赶紧开始吧 如果达不到将心的要求 那就立马换其他公司负责 你听明白了啊 很抱歉 由于时间过于紧张 我没有做出完整的PPT方案 方案都没有还在那儿秀 但是呢 我为度假村策划了一个 关于守护的爱情故事 故事中的男孩 从第一次见到女孩开始 就一直喜欢她 默默守护她 那你帮我查查 外面那个人是谁 总可以了吧 她为她喜悦 为她难过 可是迟迟不敢对她表白心情 所以她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在错过 她不知道的是 女孩已经感受到了她的心意了 怎么每次都有她 我相信每一份真挚的守护 都能迎来双向奔赴的结局 就如同度假村 一直在守护着游客 而游客 也从这份情感中 不断地回顾这里 我想以这样的情感推广方式 才能更加打动人心 好 非常好 完全贴合我的设计理念 小姑娘 你下了很大功夫吧 当然了 刘老 叶子她特别喜欢您的作品 从您的第一部作品 到最后一部作品 她都一一地认真研究过 学习过 如此可教啊 虽然这个设计理念很不错 但是方案 还是显得有些仓促 如今交给你来落实 你还需要好好努力啊 谢谢您 我一定好好努力完成 好 既然刘老这么满意的话 不如移步到我的办公室 聊聊具体的细节 恭喜你爱乌亚叶子 你终于凭自己的能力留下来了 居然能把刘老请过来 你应该花了不少力气吧 只要你能留下来 比什么都好 以后就看你的了 她把刘总都请来了 你竟一点消息都没有 没想到啊 谁承祥她能把刘总给请来 你收了我那么多钱 一句没想到就能把我打发了 要不这样 下次合作 我少收你两个点 你看行吧 你 让你破费了高总 你这个手下败将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抢走的 统统夺回来 这次多谢你啊 我们是好哥们儿嘛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挺你 我猜 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 是谁做的了 我在公司撞见了 高继麟和吴总监的交易 花青给我的假文件 应该是高继麟指示的 那 你准备怎么办 高继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至于花青嘛 算了 她也是被利用的 叶子 我觉得你和以前有点不一样 哪不一样了 更独立 更自信了 那你喜欢以前的我 还是现在的我啊 别动 你 你差点把她压死啊 你快让这样 你别过来 别跑啊 别过来 你看看她 我真的害怕 你看一下 你别过来真的 你可爱 别过来别闹 宿主大大 我必须要提醒你 独卿不是男主 他对我那么好 就不能是我的官配吗 宿主大大 拿下罗锦盛才是你的任务呀 不然会被系统清除的 知道了 知道了 放心吧 我梦里那个看不清脸的男生 是他吗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心愿 不许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也想起 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 想把所有都给你 守在你的身边 为你谢谢你所有的信念 不许是什么结局 都没关系 不管多远的距离 我们彼此的约定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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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